因为选举日月尽嘛 其实也不只是黄珊珊 也有其他候选人表达 希望跟时代力量做一个策略联盟 那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在决策委员会来讨论 因为时代力量在台北市 她没有母鸡 她没有推出人选 所以我之前也一直在观察 其实时代力量的交叉分析里面 有相当的为数是支持黄珊珊 就是说您先前不知道 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一个事件 您的看法呢 如果时代力量黄国昌她表态去挺台北市市长的候选人黄珊珊 你觉得这在策略上它是一种结合呢 还是说这中间如果没有经过你们的一个共商 它可能会是最后的力道 或者说它最后可能在你们时代力量怎么发延伸下去呢 是因为时代力量的党公职跟候选人 我们有一个共识 就是党公职或候选人要支持其他政党或无党籍要经过 党内的决策的讨论 但是因为国昌她只是党员 她现在只是党员 所以她个人要支持谁 是她个人意见的意思 在这个约束里面 那在那天因为我也在场 那她也阐述她为什么要支持黄珊珊这个候选人 所以我也尊重她 尊重她 那时代力量会有表态吗 时代力量会不会表态 因为选举日月尽 其实也不只是黄珊珊也有其他候选人表达 希望跟时代力量做一个策略联盟 那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在决策委员会来讨论 可能是什么 可以透露一些方向吗 就是说在市场候选人这边不会结盟 但是在其他的方向 比如说某一个候选人 他可能是其他政党 那个选区时代力量没有推出候选人 或者是像台北市 或者是台南市 是不是其他的市长候选人 那因为我们也没有推出市长候选人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可以来讨论 你觉得是可以有空间讨论的 对就是我们就是在决策会议会去讨论 是不是会支持非本党的候选人 你讲的是市长候选人 还包括议员啊 还包括议员 这下一周你们可能开会里面要审慎的来评估 每一周就是会有提案嘛 那有人表达有这个需要讨论 就会进来讨论 那就你们的我们讲工区嘛 你们的需要是什么 所以才要跟人家谈合作 其实这个部分我们会觉得比较复杂啦 也不是说没有选区 我们就会去支持他党的候选人 所以在我们共事局的这样的多数委员 大家会去讨论然后再判断再决议 有需要投票就投票了 大概是这样 那黄珊珊如果由你们的黄国昌 作为一个党员 她提出这样的一个呼声的话 就你们政党来讲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 你刚刚说可以讨论的方向 为什么不支持一个特定的候选人 以至于在选战里面就有一个母鸡 这个可以合作性的母鸡 可以让你们的选情 你们的选战可以升温呢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在台北市 也不是只有这个蓝绿白 其实也是有一些无党籍的 你的意思说有可能跟苏翰制作联盟吗 所以也会有人会提出 是不是可以跟其他无党籍的候选人 那要不要支持这个 就是有委员提出提案 在讨论 所以我个人觉得说 虽然国昌她支持黄珊珊 但是这个就是仅代表她个人的意见 对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